在小弟陪同下步入殡仪館 他是四海邦前帮主抖云 一大早就来到告别式会场 全部人一声黑 受疫情影响 这次四海邦前帮主赵金华公计 警方强力约束 出动80名警力 其中8名特勤 还配有自动步枪 拍拍站在门口进出盘查 刚好就查到一名同喜犯 直接送办 现在帮主纯伟 以及副帮主平哥 郡哥 宝哥 忙着四处接待 这次公计 四海邦进来五辆游览车 也没有广发武林帖 直发简讯致意 总量控管在500人以内 但还是不少重量级大佬出席 像是北联邦帮主平哥 四海邦前副帮主强哥 主委帮天龙堂 威震一统真信 都有与会追思 轮流进到联堂公计 但离席后就得马上离开 但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 兄弟们全是黑西装之外 戴的口罩也很特别 写上了大大的孩子 以此作为识别 尽管没有过往黑帮的盛大排场 也在白警搜刃戒备下 没有人敢姿势逗留 也成为史上最低调的告别式 三级讯会是王家衡 台北报